我現在回想沒有一場戲是輕鬆的 第一次是演這樣子反派的角色 其實內心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邪惡面啊 靈感面啊 把他柔和角色之後好好的整理一下 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現出來 如果有在看國藝的戲的話 有在關注他的作品看到傷魂 應該三關毀滅嗎 鬼三關的演法 不在計畫內 不在計畫內 就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又來一個 因為有了第一胎的經驗了 所以第二胎也不會有那麼多複雜的情緒 其實就是做好準備 來吧 來我們家一起玩吧 李國藝出道20年 首階反派正隨三關 任當惡寶寶不在計畫內 哈囉所有三立新聞網 以及娛樂新聞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李國藝 我是導演洪子鵬 這是我的工作 試試看嗎 不好意思 重現1950年代台灣雙戰旗艦的年度大戲 傷魂即將開播 這同時也是平時傾心小奈狗形象的李國藝 出道快20年首都出演反派角色 那我去吧 可是OK 哇 20年了 對 20年了喔 20年了 如果有在看國藝的戲的話 有在關注他的作品 看到傷魂應該 三關毀滅嗎 鬼三關的演法 因為他除了情緒戲以外 他還殺人嘛 他還有京劇的演出 然後他還有很大的能量的崩潰 他應該是裡面波折最大的一個角色 現在回想沒有一場戲是輕鬆的 最大的收穫就是 我答應了這次的挑戰 好險身旁的人鼓勵啦 讓我沒有逃走 真的是一個很巨大的任務 又有絕對不能失敗的原因 籌備的這一段時間 我最好的親人去世了 22年中還是22年頭的時候 剛好在準備這部戲要開拍 我爺爺跟大伯相繼離開了 爺爺跟你心中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怕我會哭 不要聊這個 總之很愛他啦 過往拍這個年代戲的時候 我都可以去請教他 好像冥冥之中發生的這件事情 都在幫助我完成這個角色啦 這次的這個角色 本來就比較抑鬱黑暗 帶有一點自責不甘心 我覺得所有的發生這些事情 好像都是為了在幫助我了解這件事情 我就把這些情緒投入在這個角色裡面 而且告訴自己 對這個戲結束了 不要再自怨自哀了 李國一2021年 還愛情長跑16年的女友橘子 甘選領結婚 童年一來寶貝女兒 日前她曬出女兒手握藍色氣球的照片 暗示將迎接兒子的到來 正式升格二寶吧 不在計畫內 不在計畫內 就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又來一個了 三四月就快了 因為有了第一胎的經驗了 所以第二胎也不會有那麼多複雜的情緒 其實就是做好準備 來吧 來我們家一起玩吧 都知道弟弟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馬上就要來跟我們一起玩啦 這樣教育的很好 就是要讓他及早適應 他也在準備過幾個月之後 要再去新的劇組 那你的髮色是衛星角色還是 純粹覺得好看 他就對著我說 爸爸好帥喔 他講出來了 他講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髮色 爸爸在家就都這麼帥 三立台灣台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LEGO李國藝 新年一年 祝大家事事順心 好運隆中來 2月23號開始 每週五晚上10點15分 請記得鎖定三立台灣台 雙魂 雙魂